家人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别致的剧 刚开播 制作方就在片尾字幕向纯爱战士致歉 因为剧中角色全员威侠 主打纯恨 全剧散发着一股国产爱情剧少见的悲得感 涉及换成恋爱 双相出轨 小三上位 人物关系也极其烧脑 一部留神这个就跟那个好上了 这部别致的国产剧就是半熟男女 AKA新欢就爱大乱的 它改编自作家柳翠虎的小说 这里没有山南戏女 柳翠虎的另一本小说 去年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就是那部全员装枪 却把剧装到了8.2分的装枪启示录 半熟男女的肥肠规剧情 再加上作者上一部作品的成功 噱头确实恨足 可剧开播之后评价却量级分化 有人看完大赞国产爱情剧终于Next Level 有人觉得不及装枪启示录万分之一 今天咱们就来评评半熟男女到底怎么样 文心提示 此剧三观不走寻常录 请大家自行规避 田锡薇饰演的女主名叫何之男 她成长于小康家庭持有本地户口 年纪轻轻就拥有了一栋有父母资助的房子 工作上最大的难题就是每天早上极限打卡 感情生活也相对稳定 有一个差二代男朋友高鹏 不过俩人从开始谈恋爱就一直异地 相恋七年相见只有200多天 愿在香港的高鹏 对何之男的关怀仅限于花钱 不管对方生气 难过还是向他高鹏统统用包子摆兵解决 何之男现在的状态就是有钱有闲 男又失联 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 可何之男偏偏就想要陪伴 高鹏虽然没法实现何之男的愿望 但他爱戴绿帽子啊 于是我们的男主曲一鹏登场了 这个男人段位相当高 他先是凭借着帅气的外表 吸了何之男的目光 再通过看似随意的碰触 成功让何之男小路浅装了一下 没过两天 他又在餐厅来了场偶遇 曲一鹏每期名曰拼装 一坐下就扫码点单 连带着何之男点的一起结了掌 再用AA的借口 加上了何之男的微信 两人第二次约饭 曲一鹏就连他爸扛着麻袋 坐三小时公交去县城中学 看他的事都说了 这次卖惨迅速拉近了 他与何之男的心理距离 曲一鹏这么费尽心机的接近何之男 难道是一见钟情 真要这么演 那就跟普通偶像剧没啥区别了 其实曲一鹏和何之男的每一次相遇 都是他的精心设计 他听人聊天时 误以为何之男是富二代 而他刚好有颗入坠豪门的心 于是才费尽心机靠近这个普通女孩 曲一鹏在下手之前 早就观察了何之男一段时间 两人就住同一个小区 并且还是对门 他曾透过猫眼 看到过何之男拎着一堆名牌包包回家 由此认定了何之男富二代的身份 他曾在早上出门时 偶遇何之男喂养流浪猫 由此推测何之男心地善良 容易攻克 所以约会时特意提到自己的家庭 博取何之男的同情 曲一鹏把自己包装成了拼搏上进的精英男 还时不时请何之男吃饭 尽显神世风度 实际上秒收何之男40块钱的转账红包 坐个专车都要把车上的水装包里 接下来炸裂才刚刚开始 曲一鹏其实有女朋友 他女朋友韩苏是个律师 长得漂亮 事业也一片光明 不仅自己上进 还带男朋友一起上进 可是曲一鹏直向躺平 两人渐行渐远 而何之男一边在精神出轨的边缘疯狂试探 一边回忆何高鹏的恋爱细节 试图阻止自己 可高鹏对感情的敷衍 还是让何之男下定决心分了手 结果刚分完他转头就知道曲一鹏有女朋友的事了 刚好韩苏要去香港工作 曲一鹏借口两人已经分手 重新勾搭上了何之男 另一边高鹏从香港回来了 何之男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局面 韩苏也在不久后得知了何之男的存在 根据官方释出的人物关系图 后面高鹏还会追求韩苏 爽向出轨换成恋爱 男女主角身上贴着国产爱情剧 最容不下的四个字道德瑕疵 这比正经换CP更刺激 比男女主部阶更大胆 没有人能够从一而终也没有人能坚持致死不渝 反乌托邦式的爱情是国产爱情剧中少见的角度 将人性至于爱情神话之上 成了半熟男女最大的看点 因此剧中的角色也都是反传统人设 还反得非常现实 何之男很珍惜自己的初恋 但更渴望被爱的感觉 因此当另一个更优秀的男人出现时 他还是没认住精神出轨了 高鹏从香港回来之后 何之男在俩人之间来回摇摆 丝毫不觉得自己扎 反倒认为能被两个人同时喜欢 是他魅力的体现 虽然从道德角度来讲 何之男的想法不该存在于国产剧主角身上 但这就是现实中大部分人敢想不敢说的事情 曲一鹏的污点更是大到毫无洗白的可能 有走捷径的机会绝不靠自己努力 想法令人鄙夷 却是人性中最常见的投机心理 而看似是纯爱战士的高鹏 其实也不是啥好玩意儿 他与何之男的爱情 是于高中毕业后的康定旅行 何之男把旅行中的每个细节都当成爱情的见证 时不时就翻出来回忆一下 实际上高鹏当年发的是群邀请 谁去旅行高鹏就会和谁在一起 一堆女生里只有何之男同意去了 何之男闺蜜孙寒寒的经历也非同一般 他费尽心思谈的大叔 竟然是已婚人士 这大叔一边哄情人一边骗老婆 为了拿下孙寒寒亮出了离婚证 实际上这是他老婆为了买新房办的假离婚 俩人私下依旧是夫妻 他还在孙寒寒面前说自己老婆坏话 把相守多年的妻子描述为阁楼中的疯女人 总之在他嘴里连出轨都是迫不得已 错可能是小三的 可能是老婆的 但绝对不会是他的 更炸裂的是 这大叔对孙寒寒也不是真爱 而是算计他的子宫 想让人给他生孩子 伴熟男女呈现现实众生像 撕开了理想爱情的假象 每一集结尾还开设小剧场 讨论现实中会涉及到的爱情问题 剧中的很多细节 也可以看出编剧想要深刻剖析现实的迫切 比如和知男和高鹏的异地恋 不经常见面的情侣 只能反复咀嚼回忆 来刺激多巴胺的持续分泌 当旧的回忆被嚼干 没有新回忆续航的时候 安全感就会直线下降 因此和知男只能反复在口头上 确认高鹏爱不爱他 但凡遇到一丁点意外 这种口头确认立刻就不可信了 随着时间的拉长 确认频率的增加 爱你的意义 令爱本身越来越远 直到最后变成异地情侣 解决矛盾的一种手段 爱被透支的时候 也是热情消耗殆尽的时候 异地恋情节的呈现 确实非常动人 但把它放在整个剧中来看 会发现这段内容 导致和知男的人 设有一种很强的割裂感 编剧用了很大篇幅 表现和知男对初恋的在意 他因为异地恋遭遇的心酸 崩溃等情绪 也刻画得很有说服力 可既然他这么在意 和高鹏的感情 怎么会轻易出轨呢 其实原著中 压根儿没有这些内容 六岁虎在这里没有 删男性女中 对现实的剖析更加犀利 比起爱别人 原著里的何知男 更在意自己有没有人爱 他甚至认为 异地恋是维系 他和高鹏感情的最佳状态 何知男享受被爱 却不是恋爱脑 早在曲一鹏出现之前 他就出轨了一个乐队被厮守 何知男需要靠小众的爱好 凸显他这个普通女孩的特殊 也需要靠异性的关注 来弥补相貌带来的自卑 所以何知男出轨 完全基于人性私欲 而不是异地恋导致的 编剧非要用异地恋当借口 本质上还是像在反乌托邦的内核上 试图弱化原著的犀利 具体表现为 主角出轨是有原因的 主角还是向往纯真的爱情的 说来说去 仍然逃不开想塑造理想爱情的目的 属于是只看到了原著的噱头 没抓住原著的精髓 带着和原著相悲的目的 塑造出人设割裂的角色 也就不奇怪了 而原著中曲一鹏的人设 也没有剧里表现得这么刻板 在剧中 编剧放大了曲一鹏的农村出身 并将它设定为 导致曲一鹏成为渣男的原因之一 其实原著里 曲一鹏扎得很明白 他察觉到自己抓不住寒酥了 也无法从寒酥身上 得到被仰视的优越感 所以赶紧给自己后半生找出路 距离曲一鹏误会和知男 是富二代的情节 也过于戏剧化 先是从别人口中到听途说 接着从猫眼发现和知男 拎着奢侈品回家 再是偶然碰见和知男 坐上了真富二代的车 所有验证和知男 是富二代的细节 全是巧合造就的 实际上 原著里曲一鹏没有误会 也没有这些巧合 熟中的背景设定在北京 和知男手握北京户口 还有一套房 父母是老师 有高额退休金 就凭这些条件 曲一鹏就已经心动了 他唯一误会的是 以为和知男身上的奢侈品 都是自己买的 由此觉得他家存款不少 相比距离的刻意 原著现实的更令人信服 剧集没排出原著的精髓 两位主角也不太贴脸 熟中的和知男 是个长相普通的女孩 剧里角色抬头自白 也说他是路人中的路人 结果打眼一看 是点了雀斑 也难言美貌的甜细威 熟中的曲一鹏 白净 清冷 颜值高 还是清华毕业的学霸 光评细节 就能完美拿捏和知男的心理 但剧版塑造的角色 只演出了不求上镜 其他代表魅力的特征不够明显 和知男和曲一鹏站一块 怎么看差别也不大 演普通女孩 被高颜值异性搭讪 而心动的那段 根本没啥说服力 半熟男女草点最明显的地方 是在叙事上 沿用了装腔启示录 第一视角独白的形式 可不管是人物介绍 还是心理描述 全都通过独白呈现 天赋过多 导致节奏有些混乱 总体质感来说 确实不如装腔启示录 但跟大部分国产爱情剧比起来 抢了不止一星半点 想看的朋友也可以追一追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了个拜